好,現在開會,針對審查農委會函,為修正該會101年9月7日農房子第101147-3960號公告案,我們特別舉辦公聽會,聽取各位專家學者的意見,我們會詳實記錄各位的意見,並列入立法院公報紀錄,作為日後法案討論時的一個參考。 好,那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出席的官員,行政院農委會陳吉仲主委,還有訓務處的陳經緯,陳處長,另外動植物防疫檢驗局的杜文貞度局長,經濟部國貿局的李冠志,李副局長,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的吳秀梅,吳署長,另外外交部北美市的徐佑點,徐市長,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的邱成鈺,邱副市長,條約法律師的趙彥卿,趙代理副市長, 國防部後勤參謀次長室的檢永副,檢商校處長, 孟俊生,孟商校參謀,陳一財副署長, 這是財政部官務署,陳一財,陳副署長,另外教育部綜合規劃師黃文玲,黃司長, 還有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的陳希鴻,陳副署長, 另外今天出席的專家學者,首先介紹綜化民國養豬協會的楊潔楊理事長, 歡迎,雲林縣養豬協會,蔡德福蔡理事, 歡迎, 另外台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陳寶基,陳明玉教授, 台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陳明汝,陳教授, 口湖養豬合作社,洪建軍洪經理, 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黃森田,黃理事主席, 前農委會主委,林響能林主委, 中興大學獸醫系,周紀仲,周教授, 新北市議會,江宜貞,江市議員, 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工會,陳國遜,陳常務監事, 台灣農民組合協會,李建成,李理事長, 台大農業經濟系,吳榮傑,吳教授, 前高雄榮總,台南分院精神科, 蘇偉碩蘇,蘇主治醫師, 好,那待會如果有,到了我們再補充介紹, 好,那今天工廷會程序, 我們待會請農委會陳主委先報告後, 那再請專家學者來發言, 那以正反方交錯的方式為原則, 那每位發言的時間八分鐘, 那本院委員要發言, 也請到主席台來登記, 那兩位專家學者發言後, 我們就安排一位委員來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最後全部結束後, 我們再請陳主委來做整體的一個回應, 那發言台的正前方的燈號是倒數計時, 發言時間結束前一分鐘會按鈴一聲, 發言結束則按鈴兩聲, 好, 是不是先讓主委先說, 好,那首先我們請農委會陳主委進行報告, 主席臺瑞瑞隆, 還有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以及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早, 那農委會今天針對今天的公聽會, 主要是農委會在9月7號公告的, 國內不得使用來科兜辦案, 這樣的一個公告來做說明, 那我想在說明之前, 我這邊會特別跟所有的學者專家, 我想不管是哪一個政黨推薦, 或者是來參加今天的座談會, 我們所有的, 尤其是來自包括我們的養豬協會, 或者是我們實際從事養豬的農民, 甚至我們包括動科系, 受醫系等, 我想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讓整個台灣的養豬產業可以永續經營, 所以今天只要針對這個目標所提的任何政策, 或者措施的建議, 農委會都會虛心的接受, 而且只要是正面的, 我們絕對會採納, 我想要特別說明, 那針對這個部分呢, 我大概針對這個報告的部分, 分成這五個, 請各位參考, 那我想, 那第一個我想特別說明一下, 整個政策方向跟原則, 這個政策方向呢, 就是比照日本, 也就是說國內不得使用萊克多巴胺, 那國外的萊克多巴胺的, 這樣的安全容許量, 在衛福部訂定之後呢, 我們是可以進來, 那其實這四個原則, 我想放出所有的四海皆是適用的, 那這個也是小英總統特別強調的, 要提升國產的競爭力, 要清楚標示, 而且我們要有相關的科學根據跟國際標準, 我們就是依照這樣的四個原則來處理, 那我想要特別說明一下整個開放的一個法律的依據, 我們這一次的開放絕對是有完全遵照, 之前比如說在2012年的時候, 我想在7月25的時候, 史安法裡面就有通過這樣的一個決議, 這個決議呢, 就是授權行政主管機關, 去奠定相關的一個乃克托巴胺的安全容許量, 那我想2012年也是依照這樣的一個法律的依據, 所以之後呢, 農委會跟衛福部都有做相關的公告, 那我想在那時候的預告期間是兩個禮拜, 特別跟各位所有的委員報告, 那整個法律的依據裡面, 我想請參考,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裡面的第15條的第二項, 整個動物用藥的安全容許量, 是由中環主管機關會上相關機關訂定資, 所以農委會依照這樣的一個母法依據, 才會在8月28日預告, 9月7日公告今天, 跟各位報告的整個動物用藥的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我想這是一個法律的依據, 那裡面的內容我還是要再次的強調, 各位可以比照2012年跟我們這次的公告, 那2012年的時候, 它是針對牛肉的部分, 那我們這裡呢, 有特別來做一個明確的規範, 是把萊克托班直接明寫在這裡面, 所以, 而且在國內特別的來強調是不得使用, 所以, 我想在8月28日預告完之後, 那許多的網路, 許多的混專不斷地, 因為我們原先沒有把國內放進來, 那造成外界在謠傳說, 國內可以使用萊克托班, 我想這是不使得這樣的一個謠言, 特別來說明, 國內絕對不會, 也不可以, 也不允許整個萊克托班裡面, 包括它的製造調劑, 輸出跟輸入, 以及整個販賣, 所以農民現在根本沒有萊克托班的藥物可以使用, 那國外的部分, 我想就不在這個公告的規範裡面, 我特別來說明整個公告的內容, 那我在這邊要提供幾個重要的數據, 我們整個農業部門最在乎的就是, 將的萊克托班的豬肉開放, 對整個產業界的衝擊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這是所有農民最關心的, 我特別按照過去的所有的進口的資料, 我想以去年來講, 整個8萬多公噸的進口, 加拿大是占了第一名, 四成四, 而且各位可以從這個趨勢底下來看, 美國佔的國內的進口的比例是逐年的下跌, 反而加拿大跟丹麥跟西班牙的豬肉進口是在逐年的增加, 而且同樣一塊豬肉, 其實它是不同的品質,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第一名的加拿大, 它的平均的進口刀案價格只有每公斤61塊, 美國是大概78塊, 可是我們看西班牙一樣進口第二名, 但是它的價格是高達113塊, 所以其實不是用價格來看所有的豬肉的進口, 而是看它的品質, 那我要這邊特別說明的是, 到今年為止, 因為所有的進口商, 所有的食品業者, 知道明年衛福部要做清楚標示, 農委會這邊也會全力配合, 已經讓今年的進口量, 4.5萬公噸, 比去年的同期少了將近33%,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進口的豬肉只要多去做所謂的加工, 加工裡面的任何的產品, 最後要標示產地來源國, 所以我想許多的食品大產跟我們講, 他當然現在是要用國產的豬肉, 所以這個就是清楚標示, 也是呼應我們所有養豬協會的一個建議, 清楚標示以後, 反而我們的國產的豬肉, 其實會更具競爭力, 那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還有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特別強調的, 有用萊克多巴胺跟沒有用萊克多巴胺, 其實重點的差異是, 它會不會造成成本更下降, 而有競爭力, 那我想美國這幾年的這個數字, 呈現的是, 有用萊克多巴胺跟沒有萊克多巴胺的, 道案價格, 其實相差不到一塊錢, 我想這樣的台幣一塊錢, 不會讓整個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以後, 造成國內的衝擊的一個影響, 我想這是基本的一些, 我們最新的資訊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想還是要特別比較一下, 我想2012年跟2020, 這8年之間到底有多少的差距, 我想在2012年的時候, 美國大部分的豬農, 還是有6成到8成是使用萊克多巴胺的, 可是現在只剩下大概2成2, 第二個, 美國在當初2012的時候, 它的進口, 佔整個總進口大概是25%, 現在只剩大概13%, 因為其他的國家的競爭力比美國更好, 那當然這時候, 我們可以增加我們的出口, 因為我們的口提議8增, 在這裡跟各位報告一個數字, 目前到8月底截止, 台灣的生鮮豬肉跟豬肉的加工品的出口數量, 已經超過2300公噸, 比去年同期的1600多公噸, 增加了快40%, 而且我們將來的出口, 在今年年底前, 絕對會超過3000公噸, 我們不是為了出口而出口, 而是在透過出口的時候, 可以有效的來調整, 國內的一個整個養豬的產銷的調整, 這樣的話, 就可以反映到我們拍賣市場的一個合理價格, 當然還有一個數據是外界一直在所謂的爭議, 到底全世界有多少個國家是可以使用萊克托巴胺的豬肉, 我這邊再次強調, 有藥證的27個國家, 有藥證就表示國內他是可以使用它的一個萊克托巴胺, 那這27個國家當然沒問題, 就在這個簡報檔上面, 還有我要特別說明的是, 包括27個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有101個國家, 是可以使用萊克托巴胺, 這個資料呢, 就是我們從美國的農業部門相關的資料, 我們去針對這些國家去調查出來, 像日本他沒有藥證, 但是他有奠定安全的容許量, 因此有奠定安全容許量, 加有藥證的就超過39個國家,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可以去問所有的貿易之間, 只要進口國, 他本身沒有奠定相關的安全容許量, 他可以依照對方的出口國的標準來執行, 而且這個標準也是出口國這一邊認定的, 我們這樣的統計出來, 有超過101個國家, 我想這個還是要特別的說明, 最後我要用一個日本的資料來跟各位報告, 這個非常的重要, 日本在2005年, 開放了豬肉的萊克多巴胺進口, 他當時的整個, 從全球的進口量大概88萬公噸, 2019當然有增加到98萬公噸, 可是美國, 包括內臟在內的進口數量, 從2005的29萬公噸, 下降到2019的26萬公噸, 開放了不代表會增加, 而且他本身國內的生產量, 是由124萬公噸, 增加到128萬公噸, 加拿大也是因為在日本的市場, 急起的直追, 這個就是日本, 如果拿一年, 兩年可能不准, 我們拿了將近14年的資料, 來呈現日本的樣態, 所以我們今天當然要心平氣和的, 請大家來針對, 如果萊克多巴胺的開放, 對國內的產業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如果有衝擊, 我們用什麼樣的措施, 來守衛的防止, 我想這是今天公聽會, 我們非常樂意來聆聽的, 所以我們來看日本, 不管2005, 或者是2019, 日本人每一年, 每個人吃的, 來自美國豬肉, 也就是有萊克多巴胺的數量, 超過2公斤, 我想各位都知道, 日本的食品安全是做得非常的好, 他們為什麼沒有這樣的一個擔心跟疑慮, 我想這個也是可以拿出來給各位參考, 除了日本之外, 我還是要比較站在, 整個長期的貿易趨勢來看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擔心的不是今年, 也不是明年, 而是未來整個養豬產業, 所以我們用2002年到現在, 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現在, 我們的豬肉, 其實國內的, 一個市場的供給, 占整個消費的百分比, 都超過9成, 從來沒有低於9成, 那也就是說進口的最多, 就是到10%, 那這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是考慮到國人的消費習性, 因為我們的消費習性裡面, 有7成是溫體豬的市場, 它再怎麼打, 是打不破的, 它唯一的就是針對我們的, 架工的部分, 所以今天有衛福部的, 一個親屬標示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 未來這樣的可能的進口數量, 其實反而可能會往下減少的, 我們最擔心的, 其實不是進口量, 我們最擔心的是, 每人每一年吃的, 豬肉的消費量, 它是由40公斤跌到36.8, 將近4公斤, 這個4公斤的下跌, 其實才是整個養豬產業裡面, 我們更該擔心的, 這4公斤裡面, 乘以我們的總人口數, 等同一年超過的進口數量, 那我們如果有辦法, 針對這個部分, 來加以降低, 這樣的一個衝擊, 其實是對養豬產業, 才是更正面, 那為什麼整個養, 每個消費者, 每年吃的豬肉的消費量, 會減少, 就是因為我們的肌肉的, 進口量增加太多, 各位看一下2002年, 每人, 每年消費的肌肉數量是27公斤, 到去年為止35公斤, 增加了將近8公斤啦, 這增加了8公斤, 裡面有很多都是白肉雞的進口, 所以我們也期, 但未來不只是, 我們的豬肉跟豬肉加工品, 可以清楚標示, 我們的肌肉跟肌肉加工品, 也可以清楚標示, 我們的學校午餐, 從這裡開始, 不用所謂的進口的肌肉, 這樣的話, 我們的豬肉的, 一個每人, 每年的消費量, 才會增加, 所以我們真正希望, 透過這樣一個完整分析, 如果這個數字, 裡面的解讀, 有不正確, 也歡迎所有的學者, 專家指證, 我們甚至願意花更多的經費, 來從事消費者, 將行為的分析, 確保國內的養豬產業, 是可以有競爭力的, 那我想, 除了這個豬肉跟雞肉對照以外,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美國的牛肉的這個消費量, 我想2012年, 那時候, 整個總進口量是18000公噸, 去年已經64000公噸, 我們現在的國人, 每人, 每一年, 已經吃牛肉, 美國牛肉超過3公斤, 美國養牛, 大部分都使用萊克托巴胺, 它不像我們養豬的比例, 所以如果有提到所謂的食品安全, 我們當然也會來了解說, 按照過去, 這樣的一個趨勢, 以及所有相關的文獻, 有沒有因為吃了美牛, 而造成任何食品安全的疑慮, 如果有, 或者是問題, 當然是我們政府部門, 責務旁貸, 但是如果沒有, 那我們是不是看這樣的一個數字, 就可以來了解, 國人吃到國外的豬肉, 多一個選擇, 在這裡還是要再次的強調, 如果標萊克托巴胺的標示, 站在產業界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進口, 8.4萬公噸裡面, 只有美國是, 1.1萬公噸有用萊克托巴胺, 它用的比例又不到, 所謂的兩成, 因此如果標示萊克托巴胺的, 這個部分呢, 它反而會吃更多的進口豬肉, 所以我們這裡還是認為, 應該是標示產地來源國, 對整個產業界才最好, 更何況其他的所有的國家, 在整個作業的這個貿易的裡面, 沒有針對單一的添加物, 做任何的標示, 那這邊再次的強調,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更重要的, 我們還有更重要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那一個百億基金的使用用途, 那百億基金的使用用途裡面, 待會兒會完整的說明, 但是這裡我要特別強調, 國內為什麼不使用, 是因為按照過去3年, 我們6000多件在養豬產業的檢測, 或者是我們的羊、牛、家禽, 全部是零檢出, 所以再次呼籲所有的消費者, 只要看到這個表, 我們歡迎全部都使用 我們的國產的續產品, 那除了這個引擎受體數, 是百分之百零檢出之外, 我想我們的豬肉的推動策略, 剛剛已經有特別說明, 現在的數字是大幅度的成長, 我們現在就是要結合, 包括冷凍工會, 我們要結合整個屠宰, 我們要結合整個產地, 甚至在國外的市場, 跟各位報告, 今年我們除了到 相關的國家地區以外, 未來包括新加坡、日本, 那富裕賓、馬來西亞,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出去的市場, 因為我們試問, 在整個非洲豬瘟蔓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在整個還有口提議, 甚至傳統豬瘟的時候, 有哪些國家的豬肉是可以出口的, 那我們有些國家是可以持續的出口, 不管是生鮮、冷凍的豬肉, 甚至加工的部分, 農委會這邊會全力的來協助, 所有這樣的一個出口的, 整個上中下游產產業鏈, 來增加這樣的一個數量, 除了出口以外, 整個百億基金有八大用途, 那我想非常感謝, 包括在座楊潔理事長, 跟我們黃森田理事主席, 跟所有的各縣市的養豬協會的理事長, 那跟所有的幹部還有農民, 他們有跟農委會達成這樣的一個主要的公式, 第一個, 就是要讓批發的市場的價格合理, 而且跟各位報告, 為了讓這樣的一個合理, 未來農委會會會透過中央續產會, 更有所謂的完整的工具, 包括屠宰跟冷凍的, 這樣的一個某種比例的市場的控制, 來維持一個合理的價格, 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育成率要適度的提高, 這個才是可以讓我們整個養豬產業永續經營, 第二個, 明年開始, 所有的株子死亡保險, 全面的實施強制性, 越小規模的我們保障越好, 500頭以下的保會, 全部由農委會這邊來致印, 那500頭以上的, 本來補助是四成到七成不等, 現在全部增加10%, 由五成到八成不等, 來確保所有提供給消費者, 都是安全高品質的弱產品, 那出口的部分, 我剛剛已經有提過了, 第四個才是更重要, 百一基金裡面有將近30幾%, 是用在屠宰場的更新, 是用在能量設備的更新, 是用在確保消費者食品安全的更新, 我在這裡呼籲所有的消費者, 如果我們真正關心所有的食品安全, 我們來檢視所有, 我想在養豬的生產端, 所有的農民都配合農委會的政策, 任何的動物用藥都符合相關的規定, 可是我們到整個屠宰場之後呢, 我們60家的屠宰場, 我們當然希望有符合HHCCP的, 衛生安全這樣的一個規格, 目前已經有23家來申請, 房檢局已經有預告整個未來屠宰場的, 衛生安全的相關的規範, 屠宰場有符合衛生安全的規範, 他們現在是合法, 但我們希望再升級, 再加上屠宰丸的弱品, 是有一個溫度環控的運輸, 我想這個才是真正確保, 所有的消費者食品安全, 農委會期待跟所有的相關的業者, 在這個部分裡面, 來花更多的心力, 讓我們消費者買到的國產豬的食品安全, 是可以比其他的國家更先進的, 那養豬屠宰場的現代化更是, 我想現在養豬業者, 面臨的另外一個重大議題是環保議題, 這個環保議題裡面的空屋水屋,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 因為大家關心整個養豬產業的時候, 我們期待可以把這些問題解決, 這些問題解決了, 我想未來才有辦法大量的出口, 這些問題解決了, 整個養豬產業才有辦法永續經營, 那除了這一個在生產端, 屠宰端以外, 我們的行銷端更重要, 那我想包括檢測的部分, 衛福部絕對會是全力的去做, 邊境的這個查驗, 農委會現在在推特台灣出標章, 待會會特別的說明, 整個行銷絕對是會全力的來執行, 跟各位報告, 我們會把忠誠計畫, 這個月送到行政月, 那在年底前核定, 未來四年, 絕對超過100億以上的基金, 來具體的落實前面的八項政策, 那我想除了這個之外, 特別說明, 我們還有很多不適合的, 這些法規要盤點, 我想包括整個, 汇水多元, 還有整個可以在座的循環利用的,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要去執行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要特別說明, 我們的台灣出標章, 在下個月開始, 11月號, 開放申請, 第一階段, 包括我們所有的, 有商業登記跟稅籍登記的12萬家, 都可以來申請, 我們同步在跟各地方政府合作, 有些的一個執行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授權, 而且整個台灣出標章, 感謝財政部的幫忙, 這裡還有超過四個黃偉, 比照我們的新台幣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所以只要台灣出的標章, 具體落實了, 我覺得消費者, 絕對會多使用我們的國產出, 那更重要的是, 學校午餐在明年1月1號開始, 我們配合教育部, 會全面的使用國產食材, 這個食材不是只有出, 而包括漆, 包括所有的相關的主要食材, 那讓每個小朋友, 現在的每餐每人3.5塊, 提升到6塊, 農委會的工作, 就是讓全國3600多所學校, 160幾萬個學童, 都可以具體的來使用, 我們的國產, 這個才是創造三營, 小朋友吃到在地, 生鮮安全的農產品, 農民可以直接來賣給所有的食材業者, 我們推的食農教育, 這個就是最適的一個場合, 在過去, 我們4年花了很多心力, 才讓整個食材占有率達61%, 現在, 明年開始, 一定要百分之百, 那農委會的責任, 就是在媒合所有的國產食材, 跟這些業者, 那除了學校午餐之外, 我想, 這一個相關的檢測, 也都是全部的執行到位, 要特別說明, 跟所有的學生家長, 尤其是我們的家庭主婦, 這邊特別說明, 學校午餐, 透過農委會跟衛福部, 還有教育部的三方合作, 我們檢測的數量, 大幅度的增加, 在2015年, 檢測的生鮮的食材, 每一年建樹沒有超過200件, 現在農委會每一年檢測超過3000件, 合格率有9成, 超過9成6, 尤其是用3張1Q的合格率, 高達9成7, 未來100%使用3張1Q的時候, 我想合格率再提升, 這個才是真正的確保整個, 我們的食品安全, 跟我們可以照顧到產業跟食農教育, 那我想, 針對今天的議題, 農委會還是以產業的照顧為主, 那配合衛福部來執行, 所有的相關的食品安全跟檢測的議題, 那期待我們今天可以聆聽許多政變的建議, 以上,謝謝。 好,謝謝陳吉仲、陳主委,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專愛學者來發言, 提供意見, 首先我們邀請中華民國養豬協會, 楊潔陽理事長。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想首先針對今天的議題, 第一項是有關於動物用禁藥的修正草案來說, 那當然我們的政府為了要就是能夠跟國際接軌, 所以他在這條的修正上有提到在國外的部分, 國外部分就是鈕跟豬可以允許使用萊克多巴胺, 那在國內方面是禁用, 我想這條是我們產業界絕對支持的, 而且我們會自律, 絕對不使用它, 而且這也是一個所謂的國產跟進口豬肉的很大一個區隔, 所以我想在這個立場的話, 我們產業界是絕對支持的, 但是我們也盼望是不是能夠嚴格執行, 這是我們產業界的關心的。 那再來有關於後面, 對我們產業界的影響, 坦白說, 我們很願意相信專家學者所說的話, 也就是說, 萊克多巴胺你若大量而且長期使用的話, 可能對健康有影響, 當然以目前的這些科技數據來講的話, 當然是不可能有長期而且大量的使用, 但畢竟它還是有一些健康的餘力, 所以站在產業界或是消費者的立場, 我們原則上是不支持這樣有健康餘力的肉品進到台灣來, 那我們會希望說能夠政府做成很嚴格的一個 這個產業界標示的把關, 可以讓進口豬肉跟我們國產豬肉有辦法做很完整的一個區隔, 這樣才能有辦法保障我們國內生產者的一個權益, 當然也是保障我們消費者的選擇權, 那至於說目前來講, 有關於我們對這次政府開放萊克多巴胺的豬肉的進口來講的話, 坦白說啦, 我們政府為了要拓展經貿, 那為了要跟國際接軌, 所以不得不對某一些產業要做一些調整, 那我會希望我們產業的犧牲, 政府能夠把這個衝擊降到最低, 甚至你要保障, 還有維持我們的一個生存權, 這點是我們最陰陰期盼的,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最擔心的不是所謂的白衣基金, 怎麼去輔導我們的改善, 或是說那個提升, 我最擔心的是, 當我們的消費者, 他沒辦法很明確的辨別國產豬肉, 以及進口豬肉的時候呢, 就會造成, 剛剛陳書偉他的報告裡面提到的, 肌肉的消費量已經超過豬肉了,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 我們擔心消費者當他無從辨別的時候, 他少吃或拒吃, 這才是我們產業最關心的, 所以這一塊真的要期待我們的, 相關的單位, 包括我們衛福部, 那當然我們農委會也要, 跟我們養豬產業站在一起, 共同來監督這一項, 那個後面政策一個執行, 那提到說所謂的這個白衣基金, 或是說哪一些的資源, 要依注到我們的產業, 我們關心的是, 怎麼去改善我們長期面對的一些經營上的困境, 這才比較重要, 包括剛剛陳書偉有報道, 無論是排行水問題, 或是資源再利用, 甚至我們有時候在地方上, 碰到一些所謂的證照的變更, 或是說, 我們在經營上, 遇到一些比較不理性的一個對待, 那這個都是必須要透過我們的農政單位, 您必須要, 召集相關的跨部會來協商, 來幫我們排除這些困境, 這是我們最在意的, 那當然, 我也願意支持政府在這次的八大項的百易基金的應用裡面, 有關於屠宰場的升級, 以及那個冷鏈的改善, 雖然說這一項, 其實我所知道的是, 中央區長會長期都有推動這項工作, 那這次把這項納入這次百易基金的應用裡面, 我不反對, 但是我會希望能夠加碼, 因為畢竟, 末端的這個屠宰的以及冷鏈的提升, 確實是對我們國產豬肉, 未來的行銷, 以及消費者對我們的這個食安的信心是有幫助的, 我跟妳支持, 但是我希望是加碼, 那再來就是, 坦白說, 產業的這個升級的部分呢, 確實是不足的, 我會希望就是說, 持續能夠關注在這個議題, 因為畢竟要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無論是我們的設備的改善, 以及擺脫這個污名化, 我們的環保設施的一些更新等等, 這些的話, 確實是需要大量的資源的挹注, 但是資源挹注不只是在金錢上, 還有我剛剛提到的, 必須是在政策面, 能夠幫忙排除, 這才是我們最關心的, 我想我先就以上這些跟大家報告, 謝謝。 好, 謝謝楊潔、楊理事長,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 宇寧縣養豬協會蔡德福、蔡理事。 好,謝謝。 各位前輩大家好, 剛才我們主委有說, 楊潔、楊潔、無論道財, 無論商業, 都用心來幫我們提升, 我一個疑問, 你既然要幫我們的豬肉提升, 是如何要再建構架級的豬肉, 來影響我們的國民健康, 無論國管制的首長, 國級的民意代表, 大家都覺得說, 真考慮到這些豬肉, 對我來說, 是健康比較重要, 還有很多的財富, 如果英進這些豬肉, 來給我們的豬豬順順, 來給我們這些老年人, 我們, 打拼到, 這幾十年來, 有這個健康的身體, 是我們自己保養, 你若我出生的在清條西台, 吃阿片呢, 我身體就, 六七十歲沒拿這麼用, 但是今天, 你開放, 來庫都把安的豬肉進來, 和進入阿片, 有什麼不一樣, 慢慢來, 讓這些國民健康, 受孫香, 讓我們的豬豬, 他的地力, 他的生長, 慢慢, 他就會發生問題, 這是, 轉加所營養的, 你們說, 豬豬肉, 不去影響到, 我們的産業, 不去影響到, 我們的健康, 是怎麼樣, 我們的豬肉就要表示, 說, 我們這是, 國產豬肉, 是優良的豬肉, 那麼, 正確的豬肉, 你都要加, 南南做會, 加拿大, 美國的, 國國進口的豬肉, 都不必表示, 你知道嗎, 現在的生理人, 其實以前的生理人, 都一樣, 我都要買國產豬肉, 10隻, 來加工, 但是, 我認為, 還可以買50隻的, 進口豬肉, 來加工, 讓我們的國民吃, 我們的政府, 自我民國, 42年出事到年, 為甘股, 為吃飯, 可以炒肉, 到現在, 我們會選一個, 吃好的, 吃無毒的, 我們的產, 以前在做時, 用低細粉, 現在用化學肥料, 用到改法, 生法, 我們的政府, 就提倡, 要大家正有機的, 要用妄想的, 噴油肉, 農油斬毒, 經過檢驗, 哪有問題, 就加黨出發, 我們用妥子的同樣, 無論風暗制, 空性所, 我們的政府, 嚴格八關, 不定時, 就去跟我們, 抽筋那會, 嚴提摩, 看你有用空性所嗎, 看你有用風暗制嗎, 我們的, 這個油不暫留, 都會影響到, 我們的國民健康, 那麼, 我們大優位的政府, 是怎樣, 要再應用, 這種, 有毒的東西, 來給我們吃呢, 我們, 你們就吃, 他沒有生, 生年浴露, 他沒有朱孫, 他, 我們, 怒憂所中, 他老不知道要從哪裡去, 他要不要說啊, 說的啊, 為什麼要不要說, 他要不要說啊, 我發現, 我希望你尊重我, 你說你危險, 他要不要說啊, 為什麼要不要說, 你這是一個, 爸爸的人, 你就是委員的人, 我沒有表演說, 這個, 他做總統, 因為我沒有支持他, 你們這些支持他的人, 你們要去協會, 你們要去感覺得, 感到說, 他是怎樣這麼百姓, 像這個立委, 他就是百姓, 他覺得說他是立委, 就可以沒有尊重人, 我非常尊重他, 他在發言, 我也覺得他很有魄力, 但是今天, 他對我的組織, 我感覺說, 我以後不用尊重他, 我沒有人跟你組織, 做雞公廟前, 雞公、雞媽幾句啊, 不是雞媽幾句啊, 我說的是屬性, 你不要插斷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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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水平勒, 我不知道, 你在台北生活, 我回去到屏東競然, 還有那麼多人支持, 請各位委員尊重, 我們就不要影響, 好, 謝謝,好,繼續, 所以, 我要向更說, 在座, 這麼多新聞媒體, 我們的, 主委他就要說, 不要為何我們國民, 學黨的健康, 我們學黨的健康呢, 不是為何為何中途這檔, 會這樣是這個早餐店, 晚上他也要吃飯, 甚至是大人會帶出你吃宵夜, 我們要如何把關, 我是希望說, 要賞書, 你把關一個中途中, 有夠嗎? 你把關一個中途中, 阿春天呢, 你都沒有把關, 我們用地和這些, 當然, 我們尊重, 我們國家的政策, 你們怎麼說, 我們怎麼做, 事後一點, 我們理事長說的, 我們都不會去擁有, 我們也不敢去擁有, 擁有擁有擁有擁, 要, 要, 吼, 像這種政經, 我是, 在座, 好, 你們這些, 人稱的人, 我說過, 我沒有友會, 因為我沒有支持人, 你們有支持人的人, 你們看清楚, 以後, 你們自己支持一個, 要怎麼順利, 擁有政策的人, 這樣才對, 希望說, 我在這裡講這些話, 大家, 可以, 沈沈去聽話說, 我們國民, 健康最重要, 賺錢錢的事, 有錢沒有健康的身體, 也沒有內容, 感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蔡德副委員, 理事的發言,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楊琼英招委發言, 謝謝主席, 各界的朋友都在這裡, 這個公聽會來得不易, 由行政命令, 一指下令, 就直接要在明年1月1號, 正式通過, 而且要進口, 讓世界各國國內的朋友, 一片花來, 怎麼會如此呢, 想當年, 當綁上黃絲帶, 拒絕萊克多巴胺, 獨株, 萬人走上街頭的民進黨, 你們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只有一句話, 時空環境變遷, 就能夠不用經過立法院的審查, 直接就一道行政命令, 國人的健康, 可以如此嗎? 昨天我深夜, 一直在思考, 來得不易的公聽會, 只有一場, 所以, 我們希望大家冷靜的, 聽聽專家學者的意見, 昨天晚上, 本席一直努力在想, 為什麼會如此? 我簡單寫了我內心的話, 要告訴社會大眾, 也敬請大家來參桌, 本席一直很納悶, 為什麼蔡政府要逼民眾吃萊豬? 難道執政黨, 民進黨, 跟美國人說, 不是我們不開放, 是民眾不讓我們開放, 但勇氣都沒有嗎? 國內民眾的反彈聲這麼大, 反彈越大, 讓我們在第一線, 談判辛苦的行政人員, 就更加的有壓力, 因此我們看到, 這一次萊克多巴胺的美租進口, 好像台灣政府, 是在替美國人說服民眾, 那麼所以根據2017年的統計, 台灣人每年平均消費, 5.9公斤的牛肉, 36.5公斤的豬肉, 而豬肉每年產值, 是高達755億元, 我們估計, 約佔農業的14%, 畜牧業的48%, 台灣的最佔, 如果美租進口的市佔率, 像韓國一樣, 是20%到30%, 那麼我們的豬農, 每年的損失, 可能要超過150億元, 目前, 農委會所規劃的100億, 根本是不足以保障, 我們的豬農的一個安全, 根本是不夠的, 縱使, 農委會告訴我們說, 100億如果不夠, 我們可以200億, 但是所有的賢拜都在這裡, 可以如此嗎? 一個重大的政策, 沒有好好的規劃, 怎麼能夠保護我們所有的農民呢? 所以接下來, 每租一枕頭的價格, 大約落在1800到2300, 我們台灣第一, 是差不多6000至8000, 但是價格高達3到4倍, 主要原因是什麼? 美國人沒吃到100億人, 但是我們台灣是枕頭豬都有使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不止田的豬內臟, 就可能大舉的進軍台灣, 衝擊我們的豬的一個產業, 所以政策要制定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我們的文化啊,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習慣脈絡啊, 所以因此,台灣外食的人比例非常的高, 因為大家雙心家庭, 沒有辦法料理, 沒有時間料理三餐, 那麼政府在推動整個標章跟標示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讓民眾可以安心的實際積查去看到這些的內容, 所以要怎麼樣讓民眾安心呢? 政府又要如何的來照顧居家, 而幼兒不會吃到, 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熬湯的排骨, 鬼阿爸, 要怎麼樣確保, 它是沒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呢? 所以民眾要怎麼樣去區分,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無煞煞, 所以我們看到, 政府一步錯, 內閣不步錯, 因為衛務部跟農委會, 在開放萊克多巴胺的行政命令, 完全抵觸了實安法跟行政程序法, 所以因此應該要立即收回違法的命令, 本席在那邊呼籲立法院, 各位同仁, 我們應該要以國人的健康為基準, 立法院應該要趕快決議, 通知衛務部跟農委會, 廢止開放萊克多巴胺的行政命令, 衛務部應該要立即的更正, 食品風險評估支援會的設置辦法, 將進行風險評估的法定職權, 還給食品風險評估支援會, 在依法進行萊克多巴胺的食品風險評估, 所以本次立法院公聽會留下的歷史紀錄, 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後的子子孫孫, 都會看到我們今天在座所有人的發言, 許多的行政部門跳出來為萊克多巴胺, 強烈的護航說安全無慮, 這些的言論都要對歷史負責。 好,謝謝楊瓊英、楊昭偉,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排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陳敏汝、陳教授。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早安。 其實我覺得藉這個機會把整個豬產業全面升級,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認真地看了昨天他們提出來的八項措施。 我幫他排了一下,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 要從源頭一直看到最後,看到餐桌。 針對豬農這一塊和農場這一塊, 他們提了兩個建議, 一個當然就是保險, 第二個部分就是現代化。 因為我今天才有聽到主委, 他講到現代化的內容。 不過我有個建議, 其實環保是現在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它為什麼後來會變成銘幣設施? 就是因為它會有臭味。 它會有一些,大家覺得會物跑出來。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是需要再投注更多的心力。 然後在整個牧場, 因為現在人力缺乏, 所以自動化、精準化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精準化可以降低所有的廢棄物。 那麼另外, 動物福祉。 動物健康, 我覺得是要把它納在這個議題裡頭。 動物健康就會少用藥, 少用藥之後其實食品才會安全。 那剛才講的環保做得好, 環境安全。 所以食品安全、環境安全。 人吃了食物, 人才會健康。 那麼動物用藥, 剛剛也有提到動物用藥的管理。 動物用藥的管理其實, 除了後端一直檢測,一直檢測之外。 其實前端就是這個整個牧場。 這個農民的在教育, 牧場怎麼用這些藥, 我覺得也要納在這一次的一個一起, 一起做一個提升。 因為你後面在怎麼, 那農民如果是他不小心用到一些藥, 是不能使用的。 那除了農民之外, 其實還有飼料廠。 飼料廠也是這些添加物啊, 添加物啊, 還有一些抗生素使用的。 所以呢,這些會使用的源頭, 還有這些廠商, 我覺得應該要納在管理裡頭。 那麼,除了這之外, 當然剛剛有提到生物安全啦, 這個應該現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那再來還有一個, 動物的運輸。 那我要講, 因為這次也沒納在這裡頭。 動物運輸絕對影響肉的品質。 因為動物在很緊迫之下, 雞肉是很緊張的, 那肉是很難吃的。 所以, 現在台灣的動物運輸大部分是不OK的。 你如果去國外看, 動物運輸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覺得要提升動物運輸, 也應該納在這裡。 這樣才會整個系列台灣的肉質才會產生。 然後再還有最後, 不是最後, 有兩個是跟整個改善產消有關。 雖然我不是念農經的, 但目前我們用活體拍賣, 我覺得有需要做改善。 因為活體拍賣, 第一,它是一個污染的來源。 它是一個非常生物不安全, 不OK的地方, 因為所有的豬到運到那邊拍賣。 再來,因為拍賣太看體型, 所以能影響到我們育種的選擇。 所以剛剛才會講, 我們整個產率都會下降。 每胎次也下降。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需要能夠改進的。 那麼另外, 那怎麼改進呢? 我覺得, 如果在北伐, 火體, 不是, 不要活體拍賣, 但我覺得可以土體拍賣。 因為土體拍賣, 你可以剛剛下一個計畫, 他有講到整個在屠宰場, 他可以做HGACPP, 他可以有一個好的環境。 那麼, 好了之後呢, 土體可以做分級, 然後土體拍賣。 那未來, 我覺得氣養, 就氣作, 就是業界氣作, 直接我覺得是更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他可以要漸進, 因為台灣火體拍賣已經是幾十年的歷史。 但我覺得這些應該納入。 然後, 接著呢, 就是要加工廠。 其實我對標章這件事情, 我不見得, 我其實有些有自己的想法。 其實鮮乳標章做了很久, 但有標章, 後面就要有很多的積合跟查證的動作。 但是, 現在其實, 我覺得標示比標章還更重要。 因為標示是清楚的, 如果你能夠很清楚的, 讓每個消費者在他產品上面, 看到他是台灣豬, 大家願意購買。 但標章的話, 標章的話, 大家貼一個, 我不知道要貼一個豬, 還是貼一個什麼東西, 當標章。 但目前以台灣, 幾乎都台灣豬的狀態之下, 那個還有包括餐廳, 那幾乎都台灣豬的, 還將來要做個什麼app, 那不是百分之, 你就會看到一大堆全部都是。 但我覺得, 反而看不出來他的特色在哪裡。 還不如把標示做清楚, 不要把錢花在這個地方。 但是標示其實還很長一段路要走, 當然大型的公司, 對他的豬來源非常的清楚, 可是台灣其實有很多的微型食品加工廠, 那他們會用豬肉來做各式加工品, 那他的豬肉來源, 他可能沒有那個能力去溯源到上面的這些, 他的豬肉來源是哪裡。 我覺得這個輔導工作,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那要人民相信這個標示, 就千萬不能出錯, 所以既然要標示, 就要讓大家都知道怎麼標示, 所以這些工廠的輔導, 我覺得是後續還是需要再做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就是出口的部分, 出口要有法規, 我贊成是要法規之外, 現在我知道大家做很多的法規, 知道國外他們, 我們出口要符合人家什麼法規之外, 其實各個國家出口都有他的妹妹格格, 那所以呢, 在當地或是在哪裡找一個好的代理商, 幫忙這些人出口,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 當地的台商或什麼, 可以當個領頭羊, 帶著大家出去, 不會在那邊摸索, 我覺得這也非常重要, 所以各地的, 就是現在各個國家這些商會, 有在做相關食品, 我覺得可以把它找來談一談, 看他們有沒有什麼幫忙, 可以帶著我們走出去, 我覺得這個經費也可以用一點點在這裡。 那再來最後就是這些進口租的檢驗, 那我覺得, 我一直不贊成檢驗, 花很多很多的錢, 我應該依照風險來做不同的檢驗管理, 因為檢驗很貴, 好, 那所以呢, 我會建議的話就是, 其實源頭把它管好, 檢驗就按照風險來檢驗, 十倍的檢驗, 一百倍的檢驗, 你前面還在亂用藥, 或前面還是沒有遵守規定, 你再怎麼檢驗, 還是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覺得檢驗這一塊, 在經費上頭, 我當然, 當然在目前狀態要減困難, 但是我在未來的部分, 我覺得, 預防比檢驗來得重要, 那再來, 我在這上面有看到一個滾動檢討法令, 或鬆綁, 我覺得鬆綁這個兩個字, 我覺得不太妥適, 因為鬆綁聽起來好像是要放寬的感覺, 我倒是贊成, 因為有些法令已經不合時宜, 那不合時宜, 我是覺得可以做一些修改修正的部分, 然後呢, 可以符合現在更大的需求, 但又鬆綁這兩個字不好, 然後另外呢, 其實我剛才要再提一次, 就是環保這件事情, 那麼如果能夠把這個豬舍附近, 現在很多豬舍他們其實可以幾乎沒有廢棄物出去, 如果能夠把每個豬舍都可以弄成這個樣子的話, 相信它就不會再是一個零幣設施, 以上是我的建議, 謝謝大家。 謝謝陳明如,陳教授,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台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陳寶基,陳教授發言。 主席還有陳主委, 各位來參加工聽會的一些來賓, 有些都是很熟的朋友, 有一些是以前支持我牛豬分離的朋友, 我非常感謝。 今天我要用很快的時間來針對, 這個,先把它弄暗一點, 要針對這個法令, 這個法令,好下一張。 2012年呢, 我現在很體諒陳吉中主委現在的立場, 在農方一定要保障國人健康, 照顧產業發展, 然後符合國際的規範三個很大的原則。 所以當時二月開始呢, 我就召開了三次的這個技術審查委員會。 我現在不曉得黃檢局有沒有召開計審會。 這個衛福部有沒有, 食藥署有沒有召開計審會。 這個是立法上面一個必須的過程。 必須的過程。 然後得到了什麼? 得到什麼? 結論就是安全容許。 牛豬分離這最重要, 強制標示排除內臟。 美國人不吃內臟, 成本非常低。 剛剛主委講我們只進口 八萬一千噸的豬肉, 他隱藏了一萬九千噸的內臟雜碎。 他沒有把它算在裡面。 一萬九千多噸的雜碎, 40%來自美國。 美國人不吃的東西, 他很樂意賣給你。 尤其是你開放了萊豬之後, 萊豬的內臟有沒有可能進來。 萊豬的內臟在美國是沒有人吃的。 是沒有人吃的。 所以這一點要提醒, 農委會跟衛福部啊, 一定要針對內臟的部分好好把關。 各位不要想說, 這一個一萬九千多噸, 將來不會增加到兩萬四千噸。 這個是我們開放美國 國含萊克多巴胺之外, 你知道還有一個國家, 畜牧大國。 他的豬肉是可以有萊克多巴胺的。 紐澳。 紐西蘭跟澳洲的豬肉跟內臟, 他另一張也是沒有人吃的。 所以這個風險很高。 風險非常高。 開放萊豬以後, 沒有牛豬分離以後, 這個風險非常高。 好,下一張。 柯建民委員是我非常敬重的一個委員, 資深。 他在101年, 他講了這一段話。 我看了好幾次啊, 這個把國民黨改成民進黨, 把馬英九改成蔡英文, 都可以適用。 如果他這樣子講, 今天我們把它改起來也是一樣。 他呼籲最好的就是, 聽取專家意見, 整個過程必須完整的決策過程。 另外, 不是只有萊克多巴胺的問題喔。 這個是當時他民進黨主張一個, 很有力的一個主張。 就是說將來還有其他的問題。 在經貿談判, 民進黨當時所謂的零檢出是什麼? 他要引WTO跟SPS5.7的條款, 是基於國民健康的條款, 是一個很重要的立法依據。 那現在都忘記了, 我要問一下我們各種找好朋友, 他都忘記了, 要不要引用這一點。 其實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下一張。 好,下一張, 這剛剛講過了。 這個是當時通過, 第八屆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的時候通過。 附帶決議, 考量國人是膳食習慣, 萊克多巴胺安全容許量, 定地方人以牛肉為限, 不得包括豬肉及豬牛內臟。 這個是立法院當時的決議。 做這個決議的委員, 當時有很多人還在。 下一張。 這是整個按照杜藥品管理法, 公告禁藥的過程。 最早是蘇嘉全前主委。 他的公告事項, 他是自公告日起, 10月11號開始, 受體術, 就是等等等。 公產食動物使用毒害藥品。 他這樣一公告以後, 就沒有人可以訂進口許可。 因為國內的毒害藥品, 記得國內的毒害藥品, 絕對不能夠訂國外的進口許可。 農藥義父如此。 進藥按照, 動物藥品管理法第五條的進藥, 不是沒有在台灣使用的藥。 我想這個一定要分清楚。 你如果訂成進藥, 你訂了, 進口容許就是違法。 好,下一張。 這個是我公告的。 我當時也是很苦惱, 跟現在的陳主委一樣。 到底我要訂, 這個牛肉的萊克多巴恩的容許, 要怎麼訂。 我就排除了, 牛脂使用。 下一張。 8月28號的預告。 不包括牛肉及豬脂使用的萊克多巴恩做飼料添加物。 9月7號。 下一張。 突然間變成不再規範之類, 只有國外。 按照這樣子的邏輯, 現在我們衛福部訂的進口許可是不合法的。 如果有人去行政法案去提告的話, 你要撤銷。 為什麼? 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下一張。 我們就做一個summary。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這個公告非常重要。 你能不能進口, 就是看你公告的內容。 你這個公告的內容, 如果變成你不能定的話, 你連現在美牛都要撤銷。 因為, 你把國內都全部弄成禁料。 我們有一個, 103號, 我禁掉了一個, 安砂藩的農藥。 我們用過, 我們也把它禁掉。 103號, 1月1月要禁掉。 107年, 6月27號, 衛福部把它 進口許可移除。 為什麼要移除? 國內既然是禁料, 你就不能夠有進口許可。 這一個, 一定要記得, 否則我要建立這個陳主委 以及衛福部, 不要在這裡留下一個, 未來被人家講的。 你要怎麼去改, 這一個, 怎麼去開放, 我本身沒有什麼意見。 我本身沒有什麼意見。 下一張。 這個部分呢, 茶廠, 沒有茶廠就不能進來。 當時啊, 開放GATT的頭期款的時候, 美國第一批進來的內帳, 就是砸碎。 箱子上面居然寫, 不供人使用。 上面再貼一個檢疫證明。 後來我們同仁查到以後, 全部兩個貨櫃都退出去。 為什麼會這樣? 你沒有去茶廠, 原來他不給人吃的東西, 他就拿來賣你。 我在立法院我可以這樣子講, 因為這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建議沒有茶廠, 絕對不可以讓我們新開放的東西進口, 否則你會背負很大的風險。 下一張。 標示我就不講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在這個地方呢, 剛剛大家提到, 我就提兩個, 怎麼讓養豬產業能夠真正的, 達到他的這個, 提升的水準。 能鏈物流按照現在的肉餅屠宰場, 跟縣市的肉餅市場是不可以。 絕對不能達到能鏈物流。 因為他的整個屠宰的環境, 就不是能鏈的環境。 我們的這個屠宰官位都很清楚。 當時我們外銷日本的時候, 日本人來茶廠, 而且, 而且, 全部用土體絕駕, 全部用土體絕駕, 有四百多萬頭。 如果我們要真正提升我們台灣兩株產業, 把21個縣市的肉餅市場整合成為四個。 然後, 這四個, 這一個大屠宰場, 專門做屠宰的工作。 絕對是冷鏈屠宰。 冷鏈這個, 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呢, 我要建議, 新設畜牧場。 畜牧處, 一定要用總量管制的觀念, 去讓新的畜牧場能夠成立。 而不是所有的新的畜牧場都不可以成立。 你污染總量跟數量總量, 你要去管理。 最後我談一件事情。 食安人權, 我們在談, 糧食安全是國民健康的基礎。 如果一個政府製造出來, 提高食安的風險, 那是最不應該的事情。 再好的健保都沒有辦法彌補。 我們剛剛有一位理事長講, 這個營養午餐是一餐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年輕學生下課以後, 就去吃滷味, 就去吃大腸麵線。 幾乎是天天在吃。 這一些內臟才是我們最忌諱。 而且如果有含萊劑的內臟, 它的含量非常高。 所以我要呼籲蔡政府, 一定要尊重食安人權。 謝謝。 好,謝謝。 謝謝陳寶基、陳教授, 也是我們前主委,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德夫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議會各位專家學者, 還有陳主委。 我想剛剛我上一位陳寶基, 我們的農委會的前主委, 他講得很清楚, 其實尤其你要進口來, 美國的這些豬的內臟, 美國人不吃。 那他們是把它當成垃圾。 那為什麼人家不吃, 當垃圾的部分, 我們要全部吸收呢? 因為他有一萬九千多噸, 夾雜在裡面。 我認為說, 蔡政府針對這一點要說清楚, 講明白。 因為你是全豬啊, 豬裡面的內臟是最毒的啊。 因為蔡英文總統在今年的8月28號, 無預警的宣布, 明年開始, 開放萊克多巴胺, 美豬要跟30個月齡以上的美牛進口。 這種突擊式的開放, 讓民眾非常的錯愕。 那科學證據啊, 和安全標準都遭到專家的質疑。 那各部會更是沒有做好規劃和配套的這些措施, 所以說, 行政作為啊, 就像擠牙膏一樣。 問題到哪裡, 然後就改到哪裡。 我想過去的行政命令, 預告期, 預告期間是60天。 但是這次重要的行政命令啊, 農委會只給了非常短的時間, 7天。 這樣的預告期, 我想民進黨, 我要問到底在急什麼? 你們在急什麼? 因為中間還有一度啊, 讓民眾誤會。 因為國內養豬也可以使用萊克多巴胺。 那結果遭到質疑以後, 就趕快在9天後, 來調整他的公告內容。 那民眾錯過7天, 就不能再有意見。 7天就不能再有意見喔。 那政府自己搞烏龍, 隨時就可以變更。 我想, 這是什麼民主? 什麼樣的溝通? 我認為這些都是問題啊。 因為農委會一邊要懲罰國內使用瘦肉精的養豬戶, 另外一手又向美國這個養豬產業來招手。 只要在容許範圍內, 就歡迎進口。 那國內、國外兩套標準喔。 兩套瘦肉精的標準, 等於是強迫國內的養豬業, 和美國企業化養豬來產生競爭。 那主委還說, 進口美豬不會打擊國內的養豬產業。 那為什麼緊急要湊出100億的這個基金, 還說100億不夠, 可以再追加變200億。 看得出來, 農委會只急著, 急著怎麼樣來彌補這樣的一個心態。 而且, 100億的基金真的夠嗎? 因為100億基金協助我們這些養豬產業, 這是什麼概念? 因為我國養豬產業, 帶動飼料、動物藥品, 還有畜牧等產業鏈, 估計總產值也有差不多1600億。 那每年要花在工糧收購的金額就約110億。 台唐更新旗下的16間養豬廠, 它的升級, 這些新式的養豬廠, 它就花了108億。 那100億的基金到底能改變什麼? 所以說, 這個統計109年5月, 毛豬這個飼養廠有多少戶呢? 6609戶, 算一算一個養豬戶能得到多少補助, 其實一戶也只有150萬而已。 要做設備的更新, 要加強這些污染防治等等設備投入, 還有包括行銷、標章、檢驗等等, 我認為是根本就差太多。 那農委會就是畫一個大餅, 讓每個養豬戶能夠拿到一點餅乾的屑屑。 那今天農委會主委, 不為養豬戶來發生, 也不敢反對美豬的進口。 那憑什麼要用人民納稅錢, 來彌補這些美豬進口政策造成的損失。 因為台灣養豬業一路走來啊, 真的非常辛苦。 好不容易過度口敵意這樣的一個時間, 卻又要遇到自己的政府, 要開放美豬來傷害自己的豬農。 如果今天沒有開放瘦肉精、豬肉進口, 就不會有這些爭議。 也沒有民眾擔心害怕, 也不會傷害台灣的養豬業。 更不會說去用到人民納稅的錢, 來彌補那100億的基金。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民進黨政府, 你這樣的開放, 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 因為百分之七十幾的民眾是不能接受 有這些瘦肉精的豬進來, 我們裡面。 以上,謝謝。 好,謝謝林德副委員的發言。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的 黃森田黃理事主席。 主席,還有我們議會的來賓, 我們這個記者大家好。 先前我們這個議題, 萊克多巴胺的議題已經講了那麼多了。 今天的公聽會, 我們這個產業代表, 我們是有幾點要提出來。 在這個萊劑爭議那麼多了, 那麼久了, 已經提出也有好幾年了。 但是呢, 以我們產業來講, 是一個危機啊。 當然是不能不要進來是最好。 但是, 政府的政策, 我們認為是一個危機沒有錯。 但是, 相對的我們認為是一個轉機。 一個轉機。 那麼, 在政府, 已經提出了這個, 長遠的計畫, 還有這個百億基金。 但是我們要, 產業的話, 我們是認為, 已經提出來, 要更加落實的去執行。 不是說, 提出來而已。 應該更加落實的去執行。 那麼, 要執行的這個層面的話, 我們認為是, 我們要, 各部會, 全部, 全部, 一同的, 一條邊的。 不是說, 你現在提出來, 那個部會, 也跟你不配合。 我希望說, 這個政府要去整合這些, 全部, 一個動作, 我們要全部落實的。 不是說, 現在, 這個八大象, 提出來之後, 今天拜拜, 明天就完蛋了。 我希望是, 我們產業的建議。 那麼呢, 我們, 這個產業, 已經很關心了很久了。 不是說, 今天說, 戲木業的萊克多班問題。 也有我們, 以前的食安問題。 我們產業, 大家很關心一件事情。 是這個吹哨者問題。 因為呢, 我們已經有看到, 我們食安也好, 我們的一些全部的吹哨者, 也有被這個清算的, 也有被後續的, 全部怎麼樣都有。 我希望, 讓我們在這個族行面, 要加強這個吹哨者的保護透視。 已經要保護透視, 一定要做好。 不然的話, 每次發生的話, 受害者是誰啊。 大家都不敢了。 不是說, 拿到你的獎勵金, 百分之二十的這個, 這個獎勵金而已。 他最後, 甚至是失業了。 而且是失業之後, 還要每天很恐慌的, 怕說被人家跟蹤怎麼樣。 這一點是我們產業界, 大家要來的時候, 大家一直一直, 再三的叮嚀, 一定要再提出來。 一定要再提出來。 好, 那麼, 然後, 已經這個, 專家學者, 已經講那麼多了啦。 我們這個來劑的問題, 我們也就, 不要再, 一直重複啦。 而且是, 一點的問題, 最後這一點問題是, 我們已經, 農委會很誠意的, 把這個三標, 把這個三標, 這個台灣支的三標, 已經, 給徵詢出來了。 但是我們這邊一個, 很大的, 很大的, 強烈建議, 要這個業者要申請, 這個三標的時候, 一定要嚴格, 一定要嚴格審查。 不能說, 你來申請, 你要用台灣支付, 我們就給你, 每個掉在那邊。 剛才我一個, 那個學者已經提過了, 不是標章問題, 而且是, 也要標示。 但是當初, 我, 有跟這個農委會, 有跟他們, 來建立的時候, 他們有, 不是標示而已。 這個Local裡面, 下面, 還要新訂一個, 編號。 這個編號, 我們可以, 到哪裡, 我們都知道, 這個編號, QR Code也好, 跟農委會, 在他, 這個中夕產會, 還是衛生部, 我們跟他, 來提個這個編號的話, 我們就馬上知道了。 所以這個, 中夕產會, 也有接受這個編號的問題。 好, 所以說, 我們, 要求這個農委會也好, 這個中夕產會也好, 後市衛生部也好, 在這個申請的業者, 我們一定要, 嚴格的把關, 一定要嚴格的把關, 而且, 在基查的, 基查方面, 基查方面, 我們一定要, 行法與法則, 一定要加重。 好, 這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黃聖田, 黃理事主席, 接下來, 我們請, 口湖養豬合作社的, 洪建軍, 洪經理。 來, 簡報檔, 請準備提供。 各位委員長官, 養豬前輩, 以及媒體先進, 大家好, 我是口湖養豬合作社, 經理洪建軍。 在我回來, 從事養豬的行業之前, 我是在醫院, 擔任醫事檢驗師。 醫事檢驗師的工作, 除了專業的知識, 還有對檢驗數據正確的呈現, 以及判讀, 政府, 政府在明年的1月1號即將開放萊克多巴胺美豬。 很多管理的事項並沒有定義清楚, 所以也不會有完整的數據提供日後追溯。 下一張謝謝。 租雜稅以目前的號列來說, 用一個租雜稅名義就可以進來。 如果說我是貿易商, 我進口租肝、租心、租場、租肚, 並不是分開報關。 我只需要報一個冷藏冷凍租雜稅進來。 那請問, 這其中有多少租肝、租心、租場、租肚呢? 如果都不知道分別有多少, 要怎麼知道去哪裡? 過去開放美牛的時候, 有先召開專家會議, 定義什麼是牛內障, 也確定管理範圍。 但是萊豬, 這次突然開放進口, 並沒有事先定義。 以現階段的號列來說, 雜稅氛圍可實與不可實, 哪些該管哪些可以不用管, 食藥署都界定不清。 用一個租雜稅名義就可以進來。 追根究底來說, 只要為務召開專家會議討論租雜雜稅的定義, 進口豬肉雜稅的貨號, 就應按照進口美牛, 比照辦理。 租雜稅是指什麼, 哪些需要管理的人, 若無號列, 就再增加。 你進口後, 進哪些東西, 就分向申報追蹤。 這動作沒做, 關鍵在衛武部食藥署, 確實國際上沒有因為添加萊克多巴胺而列化號, 是沒有潛力, 但不代表不能做。 畢竟, 基改食品就有分了, 台灣國人的飲食習慣, 吃豬內臟比牛肉內臟多很多, 就算沒辦法標示萊克多巴胺, 只能標示產地。 那因為有了這些貨號, 我可以把來自美國的內臟, 全部都視為有含萊克多巴胺。 這樣官務署, 也就可以知道我這批貨, 誰進的, 去了哪裡, 這就有一分兩瞪眼的資料了。 若你業者, 若被稽查, 就要自己去證明, 我進的, 美國豬肉以及雜碎, 是不含有萊克多巴胺。 這樣也才有管理的效果, 不是嗎? 而以上這些事, 屬於我國內政, 但是需要內部管理的。 如果經濟部官務署都沒辦法做到, 表示他們根本沒想要管理。 食藥署, 防檢局也沒想要做緣, 不就政府的。 政府所說的標示, 溯源都是假的嗎? 下一張, 謝謝。 上一張, 謝謝。 那這個是目前牛雜碎的貨號, 下一張。 這是目前豬雜碎的貨號, 下一張。 那這個是2011年, 從2019年, 我把美國的雜碎的勁的頓數, 把它標出來,大家可以參閱一下。 那下一張。 國際貿易之間適用的協定有GATT-1994-TBT-SPS。 下一張。 SPS是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檢疫。 TPT是保護人類健康或安全。 下一張。 在TPT2-2條當中明確指出, 各會員應確保技術訊法規寧定時, 合法的目標包括欺騙行為之預防與人類健康安全保護。 下一張。 五支四條也是相同歷史。 下一張。 在SPS協定當中也指出, 保護會員境內人類生命健康以防放飼料中添加物而導致的風險。 下一張。 那GATT-1994的協定當中也明確地指出, 第二條基本權利義務, 會員有權為保護人類健康需求執行各項檢驗措施。 下一張。 那在第九條產地標示當中也說了, 各第一國在執行產地標示法時, 對於輸出國業者所造成的不便, 依避避欺騙公眾與使公眾誤信必要之範圍內減至最低程度。 下一張。 那這個是GNF基因改造實務的獨立化。 那這是從歐盟開始, 後續再衍生到台灣再有正立化。 下一張。 這是目前基改實務的貨號。 下一張。 那現在接著談豬肉自給率。 下一張。 下一張。 台灣。 台灣從民國91年開始加入WTO後, 自給率從94.1%一路下滑到2019年的86.4% 以每年0.43%下降。 而豬肉進口量從民國91年的1942.1公噸一路增加到84.341公噸, 以每年3600噸增加。 預計在明年1月1號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後, 進口量會持續增加。 短期之間,台灣民眾對於本國豬肉會當作第一選擇。 前三年台灣溫體豬肉銷售, 預計每年會以0.3%成長。 但從第四年開始, 會每年0.5%衰退, 直到看不見車尾燈。 下一張。 那這個是台灣歷年來的自給率。 下一張。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把藝晶晶的爭論點。 下一張。 這個是養豬協位。 對,那這邊寬起來是說, 產業意見也有提到說, 你的屠災場, 升級及冷鏈, 補助不動用百易基金。 那第二點也是這樣說, 那下一張。 那這個是, 我把明年度農委會、 中央蓄產會、房檢局、食藥署的預算都看完了。 那這是我歸納的跟百易基金八大方向, 有相關的地方跟金額。 那我首先要說說, 冷凍廠的冷鏈系統提升是各廠應該自我具備。 就如同養豬業者自行花備設備一般, 你以這個產業維持生技而言, 就因自行投入成本, 以政府的角色而言, 只能輔導規劃流程。 一直以來, 冷凍廠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以商業模式來進行, 並非像豬農,是以生產模式為主。 冷凍廠以買入賣出的商業模式, 那若要說虧損應該是管理方面的問題, 推動屠宅廠現代化, 就不應該列入百億基金, 有錢賺廠商自己會投資。 如果真的要補助, 那應該補助台糖公司。 因為台糖是主管機關, 調解毛豬價格的政策工具, 這一定要掌握在政府手中。 補助給私人廠商, 變成廠商操作租價的利潤, 向補助機關拿顯強化冷凍量能, 進口冷凍豬肉, 操作租價, 拿主管機關產銷調解計劃金費和台糖對作。 農委會應該要好好把資源放在養豬場, 提升防疫才對。 那這張表示各個部門年度預算, 我把他們和兩株產業百億基金八大面向做歸類, 再推動屠宅廠現代化以及肉品能量升級的預算, 我框起來這邊是11.6億。 那農委會在10月8號公佈的百億鏡當中, 就這個相同的科目, 屠宅廠現代化等鏈升級規劃46億。 分成四年編列, 這麼剛好, 46除以4, 11.6。 兩個都是11.6。 那能不經質疑你是否將各部門明年度的預算, 包裝成百億基金。 如果不是的話, 這兩筆預算總共23.2億一年。 現階段已有23家廠商申請, 每家每年可拿到1億元的補助經費。 而跟養豬相關的設備更新, 百億基金規劃31億, 分成四年編列, 每年經費7.75億。 以全台灣5月底所調查的養豬廠為6609廠, 每廠每年可拿到11.7萬。 這兩者差距讓人不禁懷疑萊豬進口後, 到底對誰傷害最大。 食安的永續必須建構在生產者合理的利潤下, 追本求力是人人所追求的。 那不合理要求下餐餅, 您吃的安心嗎? 民以食為天, 你只給了起香蕉, 就只請了起猴子, 如果給了起肉, 來的可是祥鷹猛虎。 當大家在討論進口美豬如何標示產區, 萊克多巴胺殘留量, 如何管制數量流向死, 這對人民百害而無一義的事, 不是應該一開始就禁止進口嗎? 錯的事, 為何不開始, 一開始就禁止呢? 最後, 我引用迪更斯雙成績裡面一句名言, 做結尾。 在8月28號之前,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蔡總統宣布, 台灣從口提議出民, 台灣豬肉將重回世界舞台, 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明年1月1號過後, 萊克多巴胺豬肉將進口台灣, 謝謝。 好,謝謝洪經理,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邱成元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現場所有的專家學者, 以及我們民間的代表, 那這次的這個萊豬的事件, 其實是國人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要講的是, 其實民眾黨一直以來的主張, 還是希望就是說, 要把源頭管理做好。 那蔡政府在8月28號, 這個一直行政命令之後, 其實引起這各界的華然。 那我還記得6月21號的時候, 我才到屏東去參加這個口提議拔針的這個活動, 當時這個蘇院長也信誓旦旦的說, 我們台灣的豬肉產業要重回世界的舞台, 但是沒有想到十至今日, 不到半年的時間, 就造成這麼大的驟變。 那首先我想探討的是幾個重點, 我想這個禮拜三, 我們經濟委員會的聯席委員會, 就要針對這個行政院農委會的公告, 來去做審查。 那公告的項目, 我這邊簡單唸一下, 針對是依據動物用的藥品管理法第五條第一項的第一款, 那在公告事項就是所謂的乙型受體術, 也就是瘦肉精, 為禁止國內製造、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藥品。 簡單來講就是國內, 我們就是都不能用瘦肉精。 那但是後面有一個但書, 牛及豬於國外使用萊克多巴胺不再規範之列。 這個也是這兩個禮拜, 朝野大家爭論非常多的, 也是這個民眾非常在意的。 那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國內不能用, 國外進來的可以用。 那現在大家不是反美豬, 大家是反萊豬。 因為萊豬現在大家對於這個政府來講, 是一個沒有信心的一個政策。 那現在如果說進來的可以用了之後, 我們要再探討一個問題。 如果說牛及豬於國外使用萊克多巴胺不再規範此列的時候, 那之後如果說市場需求需要的時候, 那其他國家有用萊克多巴胺的國家的這些租資的產品, 是不是也可以一起到台灣來? 這個是我們要考慮的。 所以你現在農委會標產地, 或是衛福部透過這個食品成分來標註產地, 是有用的嗎? 其實我們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包括這些債制品。 我們知道說全世界現在目前, 豬肉需求量最大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它是零減出, 零減出的時候這代表什麼? 就是說美國或加拿大這些豬肉公司, 要輸出到中國大陸的這些豬肉, 它一定是要沒有萊克多巴胺。 那到時候有萊克多巴胺往哪裡送呢? 就是我們這些能接受的國家。 那這樣子對嗎? 這個就是我們非常納悶的地方, 現在就是這樣雙重標準, 讓國人非常的對政府沒有信心。 那但是現在目前執政黨的做法是已經這個, 我看是勢在必行。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怎麼樣從源頭管理去做好? 那我們這個在野黨提出了, 包括進口貨號、CCC code的這些源頭管理的機制, 也都被否定。 那再來就是說在法制面的部分, 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學校衛生法、 兒少還是說幼兒教育照顧法, 包括本席提出的長照、身心障礙跟老人福利法。 其實這些都是弱勢團體, 相關的法制面都還不是非常完善。 那你要在明年1月1號倉促的上路, 這樣子真的可行嗎? 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政府我們信任嗎? 所以我們真的在此重申呼籲我們的執政黨, 包括我們行政院、蘇院長、蔡總統, 正視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辦法把源頭管理做好的話, 國人的食品安全是我們的基本的利益。 這樣子的話, 國人對市政黨是非常沒有信心的。 謝謝。 好,謝謝邱委員。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中興大學獸醫系周紀仲周教授發言。 主席還有各位先進。 我是一個研究藥物動力學的獸醫。 藥物動力學研究的是藥物的命運, 以及它跟食品安全之間的關係。 那我今天的發言呢,就會限制在我自己科學訓練的背景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怎麼樣從科學面去看待一些數據。 2012年的時候,當政府有意開放美牛進口, 那民間有許多不同的聲音。 那各種資訊衝刺,我想不只是一般的民眾看得眼花撩亂。 我在上課的時候,我們受醫系的這些高材生們也都會問我說, 老師,我到底要怎麼判斷。 那今天,政府開放美豬進口, 民間同樣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看起來有點時空交換的感覺。 但是事實上,在課堂上,我們科學論證的基礎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當然,這個有很多的科學證據現在被發表出來, 我們必須要正視他們。 那麼我們談的是受體術裡面的萊克多巴胺。 那他在這個藥物動力學裡面來看, 他的停要期是零天。 零天也就是說代表他的代謝跟排除速率是非常快的。 那麼在歐洲跟大陸的受體術中毒新聞事件中, 主角都不是萊克多巴胺。 那麼我並不是在這裡要說萊克多巴胺就是安全的。 但是還是要提醒,因為他跟毒性較高的其他受體術成員, 並不能混為一談。 現在有很多的這個資訊跟違憲的發表, 其實是有混淆的可能性。 那其次呢,身為獸醫,我本人不喜歡單純為了促進動物生長, 增加經濟收益而使用的化學物。 正如生長激素的使用, 現在已經漸漸沒有辦法得到消費者的認同一樣。 那我們來看抗生素。 抗生素是治療疾病, 拯救動物生命, 而兩全相害取其輕之下的不得不用。 那既然不得不用, 他就沒有毒性了嗎? 他還是有毒性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持續,而且我們敢用他? 是因為他有經過一套複雜的科學評估, 而產生人類可以接受的風險, 以及使用規範。 也就是說我們在公告的對象動物, 跟公告的用法用量之下, 如果我們遵守應有的停藥期, 讓藥物代謝到殘留容許量之下。 那麼這個肉品, 也就是目前風險範圍內人類可以接受的安全食品。 那注意這個時候, 我不代表說沒有風險。 所有的藥物使用都沒有零風險的概念。 而是說這個風險在科學上, 至少在目前, 是認為人類可以承受的。 這個殘留容許量的定定在抗生素, 他考量的是各種藥物的毒性, 還有人類食用的習慣。 通常我們會先確定這個藥物, 它有不具有致癌性跟不致肌胎性。 然後我們會有雅急性、慢性的動物實驗等等, 去求的一個不會產生不良反應的最高劑量。 那重點是他還會考慮跨物種的疑慮, 敏感性族群的危害, 以及研究資料的變異等等不確定。 性,我們還會給一個安全因子。 通常是一百到一千倍。 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沒有危害的這個劑量, 其實就在除以一百到一千等等。 最後還要考量飲食內容的多管, 還有食物的樣態而定出來的。 這樣的過程, 它雖然不能確保, 不能確保, 人類對人類完全沒有不良影響。 但是在科學理解的範圍內, 已經考慮了人類的安全, 希望能夠將風險降到最低, 讓它能夠落入人體可以承受的範圍。 那萊克多班的殘留容許量, 跟衛福部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裡面, 另外大概有140個藥物, 其中不乏一些毒性更高的藥物。 它是經由相同的科學過程制定的。 所以我認為至少對於這種多面向整體科學的評估結果, 我們要給予一定的信任。 那經過科學認證的, 這個評估的就100%安全了嗎? 其實也不是。 當有更多的新科學證據浮現, 這個標準是可以修訂的。 不同的國家地區也可以因為飲食習慣的不同, 例如國人比較實用,內臟比較多, 它是可以定定更嚴格的標準的。 譬如說現在的安全因子萊克多班是以50, 我們也可以把它提高到100, 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那這些都是這個藥物被人家重視之後, 新浮現的科學證據。 這些都是珍貴的資料, 有助於這個藥物未來更安全的被使用。 所以政府應該要正視這些證據的提供, 並且要定期審視或進行自主的研究, 作為未來持續更新殘留標準的依據。 但是我也希望能夠分享說, 科學證據的累積是有一定的過程的。 我們看待這些資料必須要更全面。 那現在我們看到有一個研究, 講到這個細胞株。 細胞株通常是獨裏研究的第一步。 但是隨著一些現象的發現, 我們應該要逐步提升整個系統到生理作用的探討。 而且提升到不同的層級的動物實驗, 才會比較貼近它對人類的影響程度。 那這個研究裡面大家都知道, 對萊克多班的五個細胞株的測試, 其中有兩個細胞株, 它證明了大概有20%左右的細胞除活率的差異。 那解讀成說, 萊克多班對這個腎臟是有毒性的。 這樣的說法當然不算錯誤, 但是把它當作結論的話呢, 其實有帶更多的證據支持。 比如說, 同一個實驗中, 其實另外有三個細胞株, 其中也包括了人老鼠跟這個狗的細胞, 腎臟相關的細胞株。 它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甚至, 在人類的腎小管細胞, 它的生長細胞的存活率還比對照組還高一些。 但是我們不會拿這個數據, 就說萊克多班對腎臟沒有毒性。 我們更不會說萊克多班會促進腎小管上皮細胞的生長。 我想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專家提出這樣的證據, 其實我們應該要感謝。 因為他提醒了萊克多班可能具有腎臟相關毒性, 應該要進一步的去研究探討。 但是任何一個單一的發表都需要更多的相關研究。 尤其是以相對等的藥物劑量, 並且提升到跟人類更接近的實驗動物層級, 才能夠有更明確的科學定論。 另外有一個研究覺得, 對牛脂使用萊克多班的死亡率增加91%。 這也是沒有錯的數字。 但是因為它實際發生率低, 我們認為在這個分母很大, 分子很小的時候, 的確它可以比較容易顯現出分子上的顯著差異。 我們希望在判讀的時候, 也要考慮到這個實際的死亡率, 以及這個死亡率在臨床上要注意重要程度, 我們才有辦法去全面的去判讀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不是對這樣的研究有實相反的意見, 事實上我反而要強調, 這樣的實驗結果是值得重視的。 但是在把這些數據給大眾的時候, 必須要背景更加完整, 才可以促進各界比較有全面的解讀。 那萊克多班的使用在科學上仍然有安全的疑慮, 但是科學知識雖然有安全的依據, 但是科學知識也持續的更新。 所以呢, 藥物的使用管理跟它對應的肉品安全, 在人民仍然有疑慮的情況下, 我建議政府應該要提供民眾有信心自由選擇的機會, 讓民眾能夠做出自己放心的消費行為。 例如, 清楚地標示肉品的來源, 是政府應該可以努力的方向。 另外, 保護國內生產的優質肉品, 加強進口檢測, 確保進口肉品所有殘留的藥物都在最低殘留標準以下, 更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那請同學我最後一分鐘,好嗎? 那10年前的美牛和10年後的美豬, 我在課堂上對同學的論述是一樣的, 我把同學分成兩組。 一組呢, 你要去找出5到10個萊克多班應該被使用的理由, 一組呢, 你要找出5到10個萊克多班不應該被使用的理由, 然後我讓兩組同學去互相呈現資料, 甚至可以討論辯論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過程中會增加兩邊的互相的了解。 那同學可以最後再基於事實, 科學的事實他自己做判斷。 那我相信今天宮廷會也是有這樣子的目的, 讓更多的科學事實更完整的呈現, 讓更多經濟、社會跟產業面的聲音都被聽到, 可以增加大眾的安全意識, 並且降低疑慮。 重要的目的是要讓國人能夠安心的使用到更安全的肉品。 那希望今天宮廷會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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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周教授。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農委會主委林響能、林主委發言。 那待會我們在莊惠雄委員發言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請林主委。 主席。 再到各位委員, 農委會陳主委。 還有列席的專家、學者。 各部委員有關的官員。 因為我接受到邀請, 我來參加這個聽證會時間比較晚。 那是週末。 所以我就沒有準備PowerPoint。 第二點。 因為我過去長期獨到序幕業。 那麼獨到過程裡面, 我的經驗、我個人的判斷, 來看看這次開放。 我就一句話。 哩哩哩哩哩哩。 也無從談起該如何來做。 第三點。 我必須聲明。 在8月28號以前, 我是主張不能開放, 喊萊克多巴胺這個豬肉進口。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那麼深重。 有總統在總統府, 副總統在右邊, 行政院長在左邊。 我這看到我這傻眼。 台灣已經開放美國豬肉進口, 一年大概公元一百年就兩萬八千公噸。 大概去年也是大概兩萬, 靠近八千公噸。 已經開放進口, 只不過有瑕疵的商品開放。 中華民國需要有總統這樣宣布嗎? 因為我們國內, 我們最近我發覺有很多跟國內完全脫解。 第三點。 他因為宣布太突然。 所以現在各部會裡邊, 也就無所失從。 唯一看得到的我非常英勇, 為政策變富。 從行政院長開始。 尤其是衛福部長。 坦白說, 今天供天會主角應該衛福部。 是。 如果說挺論到我們養豬產業, 該如何一百年,如何加強。 但是這是農委會。 因為一個是養豬產業, 動物用藥。 但是萊克德巴胺不是動物用藥, 也不是營養豬。 它深合在飼料裡邊。 所以就變成肉品。 它含有這些殘留量, 應該會衛福部。 這是我個人在專業上的判斷。 這個不管。 在這個本案的宣布, 因為時空錯亂。 他是說, 時空環境改變。 我在想有改變嗎? 一百年開始, 我舉說我們進口美豬兩萬八千公噸, 非常平穩。 也沒有下降太多。 今年一月到八月, 我也看到統計資料, 也一萬九千公噸。 並沒有改變。 第一點。 第二點, 國際間對於美國豬肉要外銷、 時空環境改變。 改變就是因為大陸在 在2018、2019、 在2020, 非洲豬瘟肆虐, 所以急需要大量的 美國豬肉。 所以美國各大養豬廠, 包括Smithfield, 他們都紛紛停止使用萊克德巴胺。 這個大的養豬廠的飾量才會很大。 所以這是一個在美國, 還在保護動物健康和人類健康。 The Human Socie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 US, 長期已經多麼多年來, 它一再富裕, 停止使用萊克德巴胺作為 養牛、養豬、養佛雞。 美國這三種作為食料添加物。 因為這裡面對於動物健康產生的危害, 對於人體的危害, 我想過去從每日報到很多, 在我們在座有專家學的也很多, 我就不提。 所以這是一個大的改變。 這個改變, 美國都已經減少使用。 我們在這時候開發。 第二個,這很值得, 我白思不解。 最立即, 而且我很困惑的, 我們在6月20日要把針口提議。 口提議已經可以外銷。 為什麼你談美國有問題的豬肉, 你要進口的時候, 忘了台灣的豬肉, 也可以外銷美國。 為什麼? 是啊, 我們的新鮮豬肉, 它有以理我們的肉鬆呢? 我們的肉乾呢? 還有那個豬肉加。 所以這裡邊, 我認為是很大的一個諷刺。 買人家有問題的。 我們沒有問題的出口。 這個也沒有提到。 再過來, 如果是為了國家重大利益, 還有為經濟總體戰略, 但是到今天為止是看不到, 到底是為了哪一個重大利益, 要我們犧牲國人的健康, 還有養豬產業。 所以對開放萊豬進口, 我最顧慮的是, 第一, 是國人的健康。 回想我自己, 民國87年, 結束對美國WTO談判, 我是主談者, 我賽團到美國去。 還沒有去談以前, 美國普世淡丹, 他一口咬定, 你敢來, 我豬肉內臟一萬噸, 我要出國到台灣, 牛肉內臟也要一萬噸, 那個時候我面臨的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我去談判。 這個談判期間, 我一坐下來, 我就以國民健康的理由, 我先講, 因為世界上, 印度人把牛當做生牛, 不吃牛肉。 回教徒不吃豬肉, 你要想不到吃牛肉嗎? 也想不到吃豬肉嗎? 我們台灣, 我告訴你。 所以我是這樣講的, 我簡單總問一下, 你也不相信, 我們台灣把豬的內臟當做美食, delicacy, 我是客家, 我也喜歡出大腸, 我也喜歡出豬腰。 在台灣, 你信不信, 我一個大腸, 一公斤的大腸, 價格比我們那個精肉, 那個瘦了還要貴, 我就當場跟美國這樣講, 在貴方是gabbage, 你們是不吃的。 但是我告訴你, 我要開放。 但是當初很清楚, 我要開放的目的, 我們信不信給我資料, 當時我們需要, 口第一以後, 再屠宰投出900多萬, 我們要一年消費167,424公噸的內臟, 我們還是嚴重, 不管還是要靠左市進口, 以及大陸左市這些內臟, 我不如堂堂真正開放。 所以我就把這個內幕告訴美國, 但是, 我必須提醒貴方注意, 我們政府擔心的就是國民健康, 長期以來, 我們through public awareness, 譬如說電視, and the regular education, 我們政府沒有辦法, 要民眾檢低對於內臟的死量, 但是因為內臟裡面, 含高密度膽固醇, 藥物殘留, 因此造成過人的健康, 我把當時的衛生署, 在民國85年, 英文統計資料, 請到brickspine page多少多少, 你看, 十大死亡裡面, 有六個是跟刺內臟有關的, 所以我要提醒貴方注意, 因為你貴方一在關切之後, 關切台灣的安全, 也關切台灣人民的福祉, 所以你對於動物內臟的開放, 你不能說獅子大開口, 說我被開放, 但是有限, 我講完以後, 我信是, 你要一萬公噸, 住內臟, 我最多只能統一五千公噸, 所以我們為了國民健康, 那個時候還有走失, 所以羅內偉, 萊克巴恩, 這個禁國要鎖住內臟, 內臟裡面藥物殘留裡面, 那麼你說, 我今天來吃, 就算傑夫卡, 就是那個Codex, 食品管理委員會底下, 科學委員會裡面, 有一個食品管理委員會裡面, 叫傑夫卡, 他當初在評估六個人試驗, 只有一個人推出, 這五個人, 當初在Codex在討論, 要定殘留量標準的時候, 就是不信任他這個測驗, 只有五個人, 他只有次一次, 大概兩天半, 三天, 以這個數據, 就定了那個標準, 所以這就為什麼在2008年開始討論, 才留量標準通不過, 連續四年, 四年多, 四年半, 最後2012年7月5號, 在羅馬開會裡面, 才勉強通過, 九十七票, 是吧, 是, 九十五票, 五十七票, 那個是, 就是說, 非常勉強來通過,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所看的資料裡面, 我沒有看到國際間, 對於萊克特巴胺非常清楚, 經過徹底人體試驗說, 人體沒有危害的疑慮, 我們國內也不用說, 我們自己也沒有做這個試驗, 所以必須要相當的保育, 再過來, 對於今後養豬產業該活去活從, 那個希望農委會有一個更完整的資料, 但你們最重要, 必須說服我們養豬產業, 沒有養豬產業界的團結, 給他們, 以他們做基礎, 很難會有效, 至於說, 我們要以豬大團優先, 是我那麼有必要, 我自己在看他2008年到哈爾濱, 看到那些屠宰場, I was very shyful, 他的現代化, 比我所看台灣屠宰場還要現金, 當2009年我到北韓去, 到北邊, 看他漁產加工, 我也漢眼, 他的漁產加工, 比我國內所看的, 我們不懂的, 還要進步, 在我們國內的時候, 我也看了很多屠宰場, 譬如說,你的土體, 土體完了以後, 今天冷藏庫, 這裡面通過拉鏈過去, 這裡面就暴露在自然空氣裡面, 要快速的把這個土體降到14度, 好讓我們冷藏車運到消費市場, 這裡面是有瑕疵的, 我不要說, 當初我們銷日本的屠宰場, 是在屏東興工, 以他為主, 並不是說所有肉品市場裡面, 他屠宰的肉, 都可以有資格會外銷, 要審查, 我自己在看, 我看就是說, 你這個排水果有沒有蓋, 沒有蓋一定有老鼠, 老鼠會爬出來, 不要說髒了, 所以說, 我們時代改變, 希望果體以後豬肉外銷, 我建議陳主委, 鎖定目標性的, 在產地為主, 不要活豬再來再去, 所以以活蕩, 複合第一, 鎖定日本市場, 第二個, 希望兩岸之間改善, 我坦白說大陸市場, 不瞞各位, 在四個月以前, 中央續傳媒還拜託我, 要去香港, 談到以後, 香港車子沒有動, 我也聯絡, 聯絡說可以,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跑到對岸去, 所以也就沒有辦法, 所以今後, 希望我們的豬肉, 產業也可以保存, 我們的肉品裡面, 對國民健康非常重要, 那麼長期以來, 這一段期間, 我看到媒體, 所有措施都是口頭措施, 好像有道理, 都是口頭講一講, 請問衛福部, 有沒有想到, 我要進口萊克多巴巴的豬肉, 這些內臟, 是美國哪一個屠宰場, 你有沒有去認定? 他的養豬場, 你有沒有去認定? 那麼請護衛福部, 一個40多負貴, 你一打開, 如果一個紙箱是, 可以裝36到38公噸, 你一打開, 總共最少都有600箱到800箱, 你負貴打開, 你如何來檢驗? 我當初非常同意, 那個圓林養豬協會那個財經, 剛才所提, 在民國80年代初, 我們查記發生, 投資跟財政部, 我親自到基隆海關檢查三次, 一打開, 請問你要抽哪, 第一排讓你檢嗎? 我沒有搬下來中間, 中間來檢驗, 那事發生很簡單, 有,那我就沒說, 請問將來, 你一打開, 你檢查到這個萊克多巴安, 要如何來處理? 退運嗎? 還是要消費? 消費, 有800多箱的時候, 不好意思, 時間上次, 你再精簡一點好不好? OK,我再兩分鐘,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跟對方談多, 在美國談判期間, 我並肩作戰, 陳主委在這邊, 從納布拉斯卡進口的牛肉, 查入那個布斯幹菌, 美國政治提出來, 說要放, 我說No way, 我就有在證明, 我一定要退運, 所以說, 這些細節都沒有安排好, 要討論到, 以後要管理, 我說還是非常的雜亂, 因為時間也有限, 這以上僅供各位參考, 謝謝。 好,謝謝林前主委,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請莊瑞雄委員發言。 謝謝, 主席, 我想我今天, 很榮幸, 看到我們這麼好多的, 我們過去, 在一起為台灣農業打拼了這麼多前輩, 都在現場, 還有很多產業界, 尤其是我們的農委會, 幾位前主委, 跟現任的主委在這邊, 那也, 學校的老師也在這裡, 那我想我特別要講, 就是說, 我早上, 我講說, 你黑白講, 這個蔡理事講那句話, 我要特別來做一個澄清, 那不然後來, 老師到底說, 哇, 在台大人家出來, 到日本人都黑白來, 人家說要霸道, 不是, 我很冷靜, 坐在底下, 各位老師, 你們也看到了, 剛剛整個立法院這麼大, 除了主席以外, 我一個人坐在這個地方, 這麼樣的一個聆聽, 很認真在聽, 任何的反對意見, 我們都接受, 我都很想把今天大家的不同意見, 我在做整理, 來要求農委會主委, 說, 我們政府對人家拿出來的疑慮, 我們必須要特別特別的一個慎重, 那只是因為, 一直說, 我都跟你聽到聽到, 你跟人家說什麼, 因為蔡英文, 不怕無數, 要跟人家帶隊, 在立法院什麼反對意見都可以講, 可是講到這個, 就人身攻擊了, 這個就不好, 我說只針對蔡理事你講的, 就只有這句話我反對, 其他我都尊重, 我又特別跟你說, 不是你跟我說什麼我阿爸, 什麼威權, 都不對, 反而我們在立法院在開會, 常常都只有一些立法委員, 要求行政官員上去不能講話, 反而我們立法委員, 你要講什麼, 我們都尊重, 再次強調, 是你人家說, 所以我們不怕無數, 這句話不要說, 這就是社會說, 這樣不好, 我今天特別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對我們陳寶基主委, 我也非常尊重, 只有中秋而已, 我對你比較有趣, 就是, 你人家說, 太主委, 那大國書, 我剛才會跟他說, 那是陰三台, 所以我對你其實非常尊重, 可是呢, 當初我也聽到你去講說, 當初要開放, 2016年的時候, 當初你也會去講說, 日本可以做的, 台灣為什麼不能做, 這個都, 我當初對我都是很震撼, 因為你在農業裡面, 這個領域裡面是很權威, 我特別去注意到你當年去講到說, 如果沒有按照國際規範的話, 很難跟其他國家去打交道, 那, 我最震撼的是, 當年你去提到說, 這十幾年來都沒有發現任何人體啊, 跟動物萊克多巴胺重途的報告, 顯示人類用萊克多巴胺的弱品, 或者內臟並無安全餘率, 這一些我會覺得說, 你是基於學者的, 講到當初啊, 是基於一個官員的一個立場, 可是現在呢, 又回覆到學者, 所以我對這個感覺會比較有趣啊, 因為食物確實不可能是零風險, 消費大眾這一些認知, 應該都會有, 但是政府如何來把關, 這個我發現今天我們最主要啊, 是所有的, 這麼多我們的前輩在這個地方提出來, 所以我也期待啦, 我們陳記仲主委啊, 因為整個官方, 我們現在做了些什麼, 社會大眾全部都在檢驗, 我也剛剛看到很多的前輩去提到啊, 那確實是, 這一些, 讓消費大眾如何為他們把關, 這些好意見啊, 政府確實要去做一個參考, 可是呢, 啊, 確實環境有一點不太一樣啊, 就是說, 好感到啊, 現在整個, 啊, 我們的,啊, 啊, 已經去巴針啦, 啊, 啊, 這個萊克多巴安的美女, 這高檔裡面呢, 沒有發生, 發現, 發生問題, 那不代表, 他以後不會有問題, 所以政府, 更應該啊, 去做一個把關, 那, 我也回應我們,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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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寶基前主委的就是說, 欸, 確實以前立法安有做過決議, 啊, 但是呢, 其實在105、106,啊, 啊, 預算的主決議裡面, 也確實, 有去針對啊, 萊克多巴安的一個, 啊, 必須要有科學的證據, 啊, 你這次, 立法安通過這裡, 叫衛生部去做這裡,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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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今天大家提到了, 啊, 啊, 說, 茶場, 能量,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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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國人的一個期待, 我們也期待啊, 農委會這個地方啊, 把今天這裡的不同意見, 都給他聽到, 政府, 去做方看, 讓民眾更安心, 這個才是政府存在最重要的一個意義, 啊, 謝謝。 好, 謝謝莊教授委員, 我們待會最後會有讓陳吉仲主委整個做整體說明, 啊, 我想很多很好的一些建議, 可以再做整體的說明跟回應, 啊, 好,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好…